哈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啦 那现在呢是早上8点半啦 那现在一大早呢 我就开了20多分钟的车程 来到了一个我最近这一个月才刚刚和我有一位好朋友发现了一个 工作空间啦我们叫做work space 那待会它是怎么样的呢 我自己带你们去看看一下 它是一个给我们打拼下的地方是24小时营业的 所以凌晨的过来也可以 所以今天就和你们去分享一下啦 那你们可能会想 诶 怎么8点半那么大早就到了 不用健身了吗早上 有没有看到我的手 我在打拳的时候扭伤了我的手腕 所以只能够没办法 必须让我休息一两周啦 所以我已经超过一周的时间没有健身打拳了 现在差不多康复了 可能还要多好几天的时间 所以没办法 只能心疼啦 不能运动了 所以我们一起去看看一下 我最近一直来的work space是长怎么样的啦 好 来到这个地方啦 所以你们看它的整个环球袋是长这个样子的 现在已经有一个人在那边了 它那边有一个蛮大的 一个很长的坐着的会议室 还有一个大的螢幕可以给你做PPT呈现的 那边还有一个小比较小的一个会议室 关上门来就比较有一个 属于你跟你同班的一个小空间这样啦 那我在这边share一段时间呢 发现这个会议室差不多 每一天都会有一些团队 不懂是怎么样的团队 他们总是会在那边用一整天的时间 所以还是挺不错的 但我自己就经常坐在这种开放式的地方啦 我来到这边呢 我第一步呢 就会先来用它的咖啡机泡一杯咖啡啦 那你们可以看它这里呢 它这里全部都可以用咖啡 所以我就会用一个这一个咖啡 这它的零食 还有巧克力这样的 像还有雪碧 哦还有可乐 但可能没了 然后这边还有个饮水机 还有好多杯子 然后还有一些茶这类的 那这里的东西呢 全都是可以用的啦 那它这边还有一个比我们吃饭的桌子 那有时候我也会煮好我的鸡胸肉带来之后呢 然后就来这边吃我的午餐 所以还是挺不错的一个空间 来到这边 那我先就赶紧泡了咖啡 然后赶紧开始我早上散温度啦 OK那现在是11点54 差不多到12点了啦 学了好几个小时 现在肚子有点饿了 我就要去它楼下边有一间日本餐厅 去选择吃我的午餐啦 那因为我现在不能吃太那些油炸的东西嘛 所以在外面我基本上就两个选择而已 就是赛百味这个面包三明治 或者这个日本的这个赤身 只要配白米饭 就没有油炸 没有油煎 就不要冰菜 所以去吃了午餐 稍微休息又喝 就再继续我的下午茶饭 嗯 这早上效率还不错 现在挺高 因为有时候出去管 你约了朋友去啊 你也不能和他说话 那些workspace啊 工作空间啊 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那现在最近也 我们在我们马来西亚这边也蛮流行的 到中国国内的情况怎么样 那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你们家附近有没有 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空间 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收费标准啊 那我这边呢 收费标准是 个月的会员 你24小时开放啊 你凌晨要过来都可以 一个月的费用呢 是400马币啦 所以各位可以多个参考一下 所以现在去吃我的午餐啦 然后下午再继续奔斗 我看你会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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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I fit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it OK啦現在差不多要4點半這樣子了啦 那我現在就提前一點走 那我再來這次也是呢 因為回我家會經過一個高速公路嘛 一旦到了5點之後 我就不能回了 我就必須要待到晚上接近8點 這樣我才可以回 不然會堵車堵死我 那今天是周五嘛 那我周六周日的計劃就沒那麼緊繃 就沒拍那麼慢 那我這一周的計劃呢 也差不多完成了 那所以今天效率還算不錯 一個早上完成了幾期視頻的文案交稿啊 然後也複習了要複習的那一小節 然後也上了一些這個哈佛課 那所以玩車的東西還挺多的啦 今天就提早回家休息啦 這個也不能運動 這個好像說漏了 我這邊的收費呢 那你加入了會員之後呢 你是可以帶兩位朋友過來的 那換句話說就是呢 三個人用400塊一個月了 我是和我朋友和他弟弟就我們平分到來 其實一個人一個月也就133馬幣 抱歉剛剛我忘了收這個那麼重要的信息 所以他的收費標準大概是這樣啦 那這期視頻呢 主要就是想和各位分享一下 這樣一個小小的workspace是長怎麼樣 因為我之前就有聽說過有這樣的workspace的 但之前一直也沒有人拍過這類的視頻去測試那個感覺 然後我也看不出在那邊奮鬥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那不知道各位看到這期視頻之後有沒有想要來這些地方打天下呢 但不讓我知道一下有的話也可以扣個1 那我自己也是蠻常來的啦 幾乎每一天都會來儲備 那一天我要在家拍視頻啊 之類的我才會沒有開車過來 我平時一般是待到晚上8點啦 所以今天任務完成了就可以早點回家休息了 好啦各位那這期視頻就來到最後了啦 喜歡我的視頻的話記得關注我的頻道 感謝各位這次我們下期見 拜拜 我們下期見